老是活的 这个理解是对的 鸟有它的情 它鸟有的时候是自己在那叫 有的是两只鸟 可能是在讲故事 或者是谈情说爱 很生动 很活泼 有的比翼双飞 有的一群鸟是鱼贯而入的 一下飞过去 所以这些花和鸟 它是有情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鸟难化 我觉得是这样 您还是没有找到门路 什么叫门路呢 就是规律 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一课 给大家讲一讲 麻雀的基本画法和它的动态规律 好 我们今天的画法 所需要的笔 主要是这三只 一个是大蓝竹 一个是大白云 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 但是是狼好的 可以是深水画笔或者点霉 比那个叶金的要稍微大一点 我们今天所用的颜色很简单 主要是一个褶石色 以及平时用的墨汁 现在我边讲边画 同学们看一看 在盘子里面呢 挤上褶石 挤的稍微多一点 然后把饼润湿 调墨和褶石 调在一起 稍微加一点水 不要太过于干了 这个颜色的比例啊 要看实际上盘子的感觉 如果说褶石不够 墨条多了 还可以再补充 总的原则就是啊 不要把它画得太黑了 那就是墨多了 也不要画得太红了 褶石多 我们在讲小鸡的时候啊 给您说了一下 就是一笔 把头点出来 这一笔啊 我们画的时候 大家看啊 藏一下封 有些初学者我看到了啊 他勾个边 然后里面一填色 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非常死的 这是一点 那我们呢 按照燕子的画法 要再找到他的三线 这三线 首先的 我们找到他的身子 中间这条线啊 这三线里面 中间的一条 身子是他的背部 然后呢 我们再找他的双翅 这双翅是这样的 跟画燕子有点接近了啊 往这边啊 稍微擦一擦 往这边 稍微擦一擦 您看我在用笔的时候啊 是前十后须 然后这三线呢 要前面要并在一起 后面是分开的 如果前面不并在一起 他这个背部显得太碎了啊 您记住 前十后须 这样张开 我呢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个一点三线啊 我下面画一个 就是头可以略高一点了 第一个是平的 现在头高了 然后我再定一下身子的方向 这个翅膀呢 可以往下去 前十后须 这个翅膀呢 往上去 这有碎白出现 我再画一个 这是头啊 有点偏往左下 身子还是往上去 然后翅膀呢 呃 可以往下 那个翅膀啊 在肚子的后面 那就呃 一会再画 啊 这个翅膀啊 让它掀起来 中间的在这 这个翅膀在这 啊 这也是一点三线啊 只不过呢 就是这个翅膀 它翻起来了 现在我画了呃 这么几只麻雀啊 下面呢 我就呃 调点墨 记住不要把这个笔啊 都涮干净了 这样让它啊 里面还是有褶石 这是它一个共同的一个颜色 这样它才能够成一个色调啊 呃 画这个麻雀的翅膀的时候啊 注意就是翅膀呢 它不能像笼子那蚕儿似的 笼子蚕儿是呃 没有什么联系的 它是为梳头用的 但是麻雀的翅膀呢 它是扁片比较宽一点的羽毛啊 呃 宽一点呢 它好这个煽动空气 所以我们在画它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就是从外向里画啊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就正排列下来啊 后面尾巴是这样的 啊 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有看清楚 我再画 您再看啊 从这开始啊 然后 第一个不是最长的 然后这就有一个弧度 您再看啊 第一笔不是最长 第二笔长 然后逐渐短短短 这呢 又有一个弧度 所以它不是说一条线下来的 不是一个弧度 而是两个弧度 画西强的两个翅膀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在近处 有一个呢 是在远处 所以呢 要近大 远小 如果说两个翅膀都一边大的话 它就翻过来了 就平着了 现在是有近有远 所以呢 近处的大一点 这个啊 你是先从近处画起 没关系 从远处画起也没关系 但是呢 要了解它这种透视规律 趁着麻雀身上这个折磨颜色 还没有干的时候 点几个点 这个点啊 不要太多啊 呃 原来我在教这个老年同志 画麻雀的时候 有人说 我认真极了 拿了一个小的液晶笔 他就往这个翅膀 背部啊 点了非常多的小点 后来我一看 您这是 这么烧饼 点太小了 那应该有代表性的 点几个就行了 啊 说到大小啊 呃 也就是像绿豆那么大就行了 这属于第一大步 然后在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换一个笔 换一个笔啊 就换这个大白云 然后润湿以后 调淡墨 少来一点墨汁啊 可以不够的时候啊 慢慢的去加 少来一点 您记得咱们在讲这个小鸡的时候 就是它的胸腹也是淡墨 呃 给它挂一挂啊 水分不要太多 多了以后 已经开啊 呃 这个就破坏型了 呃 麻雀有一个特点 它这个肚子显得比较大 飞起来啊 比较蠢 这样是美的 那不要把它画的啊 就是非常瘦 就好像饿了好几天了 都都有点飞不动了 啊 让它肚子大一点 这样呢 你看啊 我这是从呃 它的嘴下面开始往下一笔 这样隔过去 再补充一笔 让这一笔啊 虽然说是两笔画的 但是它是连贯的 是一个弧形 前面是胸 腹 后面是臀 再看一看啊 淡墨 从它这个嘴下面这开始 一笔 一笔下去 还要再接一笔 啊 要有尾巴那个位置啊 不要把这个臀部一下化到尾巴尖去了 那错了 呃 现在呀 有两只麻雀 它的翅膀跟别的麻雀不同 怎么不同呢 麻雀它得有翅膀 就比如说我的手 有外边啊 还有里边 外边它是折磨的 颜色比较深 里边呢 它是浅的 它和这个肚子和胸是和谐的 啊 那这个怎么化呢 还是这样啊 你看 淡墨 调好以后 尖上 稍微给一点 稍微深的墨 这个翅膀在这啊 一笔 两笔 哎 这么望里走 外食内须 注意随之转过来 您看它这个里面有飞白 用笔的说 落笔以后 然后扫着收 呃 这一扫呢 就清了 这样它和里面那个白色的毛 就融合在一起了 啊 在这个角度来说 是先化这个羽毛 然后我们再补充它的胸腹 好 就行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笔放下 用刚才所说的 这个偏小一点的狼毫笔 这时候要沾浓墨了 沾浓墨 呃 不要太 水分太大啊 水分太大的阴了 稍微干一点 因为您现在所画的麻雀啊 它这个还没有干呢 啊 所以咱们这个墨啊 应该干一点 麻雀的嘴呢 跟小鸡接近 但是有一点 麻雀在这个中间脖子这有一组黑毛 下去 一直到胸 然后呢 呃 在脖子左右各有一个黑斑 这黑斑在这 那刚才有人同学说了 说那点个黑点是干嘛的 您看啊 呃 程序是这样的啊 呃 蒋小鸡的时候说了 这嘴位置是在靠下一些 一笔挡上去了 另一笔沿着这个 份下来啊 这是眼睛 眼睛紧贴着嘴 别离太远了 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 一组黑毛 在这个位置 趁湿 点上去 好 呃 现在几个嘴都点完了 点完以后去看看啊 呃 咱们让有的嘴张开 补一小笔 啊 再补一小笔 边飞边叫 啊 呃 注意下片嘴比较薄 一个又短 又薄的一条小线 就可以了 啊 呃 还没有完 麻雀在飞的时候啊 他那个爪子是收起来的 啊 如果说他不收着 那就增加阻力了 收起来的时候 是贴近他的腹部 啊 而且他这个爪子呢 是这样 呃 略有点垂 啊 呃 我们在画他的时候啊 是要注意 不同动态 不同角度 他天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点啊 这点不要拉太长 要影响到前面了 两个如果说 呃 这形碰在一起 这样呢 就不太好了 所以把它收一下啊 收一下 这个呢 就呃 画在这儿啊 四指 呃 三前一后 这麻雀呢 呃 意思到了就完了 没想是这样 这一群麻雀飞过去 啊 能感觉到的是一群麻雀 但是谁也没有说的眼力那么好 一看说这个爪子是怎么待着呢 啊 呃 但是咱们啊 就是把这一瞬间给他捕捉到了 啊 这是人们根据理解去画他 这个角度来说 呃 如果画这个爪子 他就不能够说 勉强再往前画了 应该 从后面去看到他 是这样的啊 呃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不要阴 不要画的特别大 大就沉了 呃 可以这样 那边也可以不画了 呃 在一幅这个画里面呢 呃 就应该是这样 啊 在疏密上 在呼吟关系上 在动态上 要尽量 出变化啊 不能够说我这一张画啊 呃 我画了五个麻雀 就一个麻雀啊 就好像您呃 弄了一个戳子啊 一个印章似的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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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 到哪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不好了 不丰富了 另外还有呢 就是落在那的啊 呃 这个应该怎么画呢 这落在那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落在地上 咱们还是先拿折磨 一笔点头 然后呢 再画它身子 既然落在地上了 它的翅膀这三线就等于是并在一起了 背部这个颜色和头中间要留一个白 为什么要留白 这是为了头显得灵动 如果说您不留 把颜色都给它呃 接上了 它就脖子就感觉啊 特别死 太硬了 但是这个白也不要留太多 太多了以后呢 就感觉好像碎了 呃 有点脱节 所以隐隐约约的 你看啊 似有似无 但是一定要有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笔再调点墨 这翅膀弄在一起了啊 尾巴翘起来 顺便点它的呃 半点 往下去 这个尾巴是往下垂 然后顺便点 一定要注意就是背部的这个斑点 不要让它全干了以后再点啊 呃 让它呀既融合又能看得出来啊 如果说呃 干了再点 那就完全浮在表面上了 那太突出了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您可以啊 就是拿这个清水 再把这个背部啊 照片给它弄湿了 弄湿以后您再点 它然后它又有点融合了 这样就好了 好 我这一步划完了 现在把这笔放下 我再调淡漠 刚才说了淡漠啊 不要 水分不要太大 啊 呃 还有就是在用笔的时候 是笔尖招直以后边走边往下按 您看啊 我是从这开始 胸脯 招直以后 好 这是一笔 把它由胸到腹 然后它这点是大腿 是往后去 绝对不能往前去 因为小腿得往前 咱们调 浓墨 眼睛 塞斑 呃 这个麻雀啊 可以是落在枝上 这个枝子啊 比如说在这儿了啊 枝子落在枝上的 这个麻雀呢 在地上的 跟画小鸡一样 在这个掌 也就是这个地方啊 掌部 它应该焊接的稍微结实一点 这是落在地上的 这是飞的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落在树枝上 当然这是落在树枝上的一种 啊 那咱们就要分析一下啊 在树枝上 它是在前面 还是树枝挡着它 按中国话的规律来说 就是先画前面的 后画后面的 那就是啊 呃 如果说麻雀是背着的 咱们画一个啊 啊 如果是背着的 那好 一笔点头 然后身子的往下去 你看要抓住它的宽度 肩膀 这个背部的宽度啊 抓住宽度 然后呢 前十后须 然后呢 加点末 往下去 这如果顺了 顺了以后把这稍微的提一下 它就不顺了 啊 呃 这个里面呢 千万不要像公笔画似的 把翅膀交代的特别清楚 没有用 抓大东西啊 抓大东西 抓不住大的东西 如果光是在局部上去招重去刻画 这就不是写一块了啊 一定要注意整体关系 所以在画这个翅膀的时候 这飞鱼 呃 首先明确它的结构 啊 在明确结构的基础之上 然后画的会儿 潇洒一点 啊 大胆一点 啊 别太拘谨了 好 这个是 呃 这个动态啊 好 我用弹幕 这几只比较早的啊 您不能算来算去 那就太麻烦了 现在我呀 是从这开始 过去以后 哎 有个 大腿 这么画 这个爪子 注意啊 我从后面看 它后面的指 我看见了 前面的指啊 它是 比如这啊 树干 它握住了 握住以后 只见树干 那个它的指 看不见了 所以要留余地 它在呃 只干上 落在那的 特点是什么 它重心朝前 它不是说 我们呃 那一般在单杠上 这么这么的 就是很平均的 它朝前 为什么 它是一种警惕性 啊 必要的时候 它往前一蹬 它就飞了 你要是重心 靠后的话 它想飞 只能往上 往上走 所以就不对了 它要往前冲 所以它 这样的啊 重心朝前 呃 这个麻雀 就是它挡住了枝 如果您先化枝 再化它 可能两个就冲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先化麻雀 后添枝 啊 这个枝 让着麻雀 可是在 有一种情况 是这样的啊 这个枝子 我准备 捞个麻雀 这个麻雀 是正脸的 一往上添 怎么办 呃 根据我的经验 是这样的 如果您从头开始添 麻烦 为什么麻烦呢 这高低不好掌握呀 啊 化高了 这鸟够不着这枝了 啊 或者是伸直了 很够的哈 很费力 如果说头化低了 化低以后 这个这么呆着 啊 也非常难受 啊 呃 为了掌握这个距离比较好 那咱们啊 索性 咱们先化胸 看啊 化胸的时候 先调淡墨 尖上来一点稍微浓的墨 有一点的行 就盘里面的啊 好 我现在是从胸脯开始画 胸脯开始画 往下画 这是尾巴 笔墨尽量减练 然后注意啊 胸是实的 腐是虚的 尤其是贴近树枝的时候 要虚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有爪子 爪子是要实 它那点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自然用这个虚的笔墨去表现 就好了 我再画好 大家看看啊 尖条淡墨 尖上补充一点 稍微浓的啊 这方向是朝那边 那咱们再来一个方向 把这边的 这几笔啊 扫啊 扫下来 这个尾巴啊 外面 是里面 是里面 浅 所以我们正对着它 啊 看到的是它的里面 我这样画好以后 咱们再 补充 折磨 呃 这个鸟啊 我让它回头 回头 和这个鸟说话 这个鸟呢 可以是偏正一点 啊 呃 这露出一点 翅膀 啊 呃 这个呢 两边露出翅膀 这个翅膀 注意啊 下笔的时候 它是 呃 稍微实一点 然后往下呢 打笔一提 一提 它就虚了 它就细了 啊 就行了 这是血液啊 血液 液到就可以了 然后 小鸟的嘴 往下去 现在看见了啊 在它 这脖子中间 有一个 有一条 这道 到胸这 让它阴一点 这啊 大了 阴开 所以 您画的时候啊 就应该是 连贯起来画 趁时 去画它 左右 在这 是腮斑 呃 这个鸟呢 是这样啊 这嘴这在中间呢 这么多 然后两侧 看到了 眼睛 中间 一道 再加上 塞斑 这中间 这道 注意啊 上面和嘴 接的时候 虚点 最后呢 咱们把这个 爪子 三个在前 后头 那个 不画了啊 省了 这三指 但是有一点 要注意 您自己体会一下 如果您在双杠上玩 您两个手特别近 可能感觉重心不好掌握 啊 所以呢 要开一点 如果特别远 就觉得哎呀 太沉了啊 呃 太吃力了 所以他这个呢 是跟肩膀宽度差不多 最舒服了 您还得拿刚才的淡墨这个毛笔 调好淡墨以后 注意在这个 这不是有笔垫吗 在上头 吸一吸 在吸的过程当中 这个笔啊 已经是扁了 扁了呢 它就好像小刷子似的 啊 这样 我在这啊 因为上的头和身子 呃 衔接这点有点空 来补充基比 用这个蓝去补充 意思到了 就行了 刚才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麻雀的基本画法